《秦孝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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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孝孝王》逝世 则安国军继位 顺利地当上了《秦孝文王》 在位期间还追封已经去世的母亲唐八子魏唐太后 并与昭湘盟同将在一个陵墓 随后立自己的正妻华阳夫人为皇后 而一人也就自然地登上了太子之位 关于《秦孝文王》的秦文义士 一则典故叫做《五族之牛》 根据看书五行之里的记载 当时的《秦孝文王》出游 来到曲眼 《秦孝文王》也就是如今宁下回独自治区的岩石写 在这期间就有一个人献上了《五族之牛》 在《东周列国志》这篇关于历史的小说中 《秦孝文王》在其中的一个小故事 《五族之牛》还冤死不容理不为 《巧记归一人》片段中上场 这以历史事迹跟《史记》里记载的内容基本相同 但历史上关于他是怎么死的却没有过多的技术 据说他是在正式即位后不到三天的时间就去世的 到底什么情况还需要考察 在公元前251年的时候 他的父亲秦昭相忙因病去世 便宣告由他登上皇位 前期时间要先进行扶桑 桑期满后 也就是在公元前250年的时候 他举行了登基大殿 于是顺利地登上了皇位 可是根据历史上的记载 他在正式当上皇上后 没过三天就去世了 并安葬于西垂 秦孝文王在死时52岁 在当时已是高龄 至于为什么这么快就去世了 其原因也是捉摸不定 为此 秦孝文王的死因 引起了后人的猜想 从正史上看是看不出正真的死因 从野史的角度来看又不完全准确 总之各种奇葩的说法都有 能让大家相信的并不多 第一种说法 从事件本身来分析 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吕不韦 他也许为了想让自己全清朝野 所以打着要扶持太子 并想让他立刻继位的想法 在秦孝文王当上皇上后 立即将他毒害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后面的事实可以说明 吕不韦没堵死秦孝文王 当秦庄襄王秦孝文王之子死后 吕不韦扶持年幼的嬴政继位 并帮助他统一六国可以看出 他当时没野心当秦王 不然他没必要为自己留个杀死秦孝文王的骂名 而去辅佐年幼的嬴政 他完全可以顾忌重施杀死嬴政 而由自己继位 第二种想法就是 当时秦孝文王在太子的时候 就已经年纪很大了 当上皇帝已然是高龄的年纪了 再加上他在当太子的时候纵遇过渡 又进行了一年的扶桑 所以导致后来病死也是有可能的 第三种说法是 秦昭相亡继位后 立长子叨太子为太子 而安国君是次子 本与太子宝座无缘 后来到太子在秦昭相亡四十年公元前267年先死了 安国君才被立为太子 此外秦昭相亡晚年猜疑心特别重 连大将白起都被刺死 所以太子安国君一定活得提心刁胆 情绪压抑 第四种说法是 由于秦昭相亡在位时间长五十六年 所以太子苦恼才等到继位这一天 十分兴奋 同时安国君在当太子时长期享与安乐 一临朝就被冗杂的政务所击倒 安国君秦孝伦亡生有二十多个儿子 安国君成为太子后 便将他非常宠爱的一位妃子立为正夫人 号称华阳夫人 华阳夫人一直没有子嗣 安国君有一位台行中间的儿子名叫义仁 义仁因生母下击不受安国君宠爱 而作为秦国公子在赵国做人质 因为华阳夫人是楚国人 吕不韦是先教回国后的义仁 穿楚国服装面见夫人 华阳夫人果然大为感动 正是收一人为一子 并改名子楚 后在吕不韦的活动下 华阳夫人成功说服安国君立仁作为继承人 随后二人命吕不韦担任义仁的老师 入委托他带给义仁很多礼物 在此之后 义仁在诸侯中的名声日益增大 秦昭湘王五十六年前二百五十一年 昭湘王去世 太子安国君继位为王 侍卫秦孝文王 华阳夫人为王后 子楚为太子 赵国也护送子楚的夫人 可儿子嬴政回到秦国 秦孝文王元年前二百五十年 赵文王正式即位三天后突然爆空 子楚即位 是位秦庄襄王 秦庄襄王继位后 下令大赦天下 暗宫表彰先王功臣 优待宗族亲属 不失于民 并遵生母下即为下太后 养母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 任命吕不韦为相邦 封闻信侯 赵孝成王也主动害使者 将赵姬母子宋海来交好秦国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